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 人的一生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在睡觉 而卧房就是我们睡觉休养生气的地方 一个好的卧房风水对于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 因为它不光可以让我们身体健康 有一个好的睡眠质量 另外在事业、爱情、健康、财运方面都可以给予我们帮助 可以说是一举数的 最近的几期视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卧房风水的一些谨记 第一点是卧房面积最好适中而且要方正 人体是一个能量体会不断的发光发热 就如同工作中的冷气机 所以如果卧房面积过大就容易导致人体消耗过多 会造成身体虚弱、体弱多病 最理想的大小是3到10平米之间 而且方正的格局可以使屋内的空气流通顺畅 能量的易于循环流动 还有一点就是卧房最好是有窗户 有窗户一方面是可以让空气流通 另一方面是增加采光 因为采光好的话阳气就比较足 这样就会减少阴气还有晦气 在风水学上讲这样是比较利于健康的 但是要注意窗户不能设置在床头或者是床尾 这样会受到冲煞 窗户最适合在床铺的左右两侧 但必须是跟床铺隔一段距离 还有卧房很适合摆放柴位 洋宅风水当中有三个主要的柴位 一个是家中的玄关 另一个是客厅 再一个就是主卧房 这三个地方如果都可以做出柴位的话 会形成三星拱柴的格局 吸引财神爷的光顾 卧房的柴位是卧房门打开45度角对应的位置 一般是L型的墙角居多 切记财位不可以在门窗旁边 这样会造成漏财 还有一点就是床头最好是靠墙摆放 两边要流出通道 床头最好是靠着墙或者是食物 在风水学上讲这叫做床头有靠 床头有靠的话 人可以睡得安稳 而且也预示着主人在工作上 有贵人相助 有靠山 而且容易成功 床头如果不靠墙的话 必须要有床头柜或者是床头板 这样就可以让头部不至于悬空 因为头部悬空会形成身子床 在风水学上讲 这叫做无病呻吟 会影响人的身体健康 造成精神不佳 偏头痛 大小病不断 床铺的两边应该尽量的流出空间 当做走道 这样是象征左右逢源 人际上会比较圆容顺利 龙边太小 碰壁就代表事业前途会有阻碍 容易受男性的小人陷害 虎边太小或碰壁 就代表人缘不佳 没有桃花运 事业上容易受女性的小人陷害 如果卧房空间太小 只留一边的走道 可以在墙上挂一张山水画 或者是风景画 这样可以延伸空间 开拓事业前途 增进人际关系 还有一个要注意 床铺最好是家高离地 床下一调通透干净 现在有很多朋友呢 是在外地上学工作 可能是租房住 那为了方便呢 这些朋友可能不买床 不买床铺 就直接的睡在地上 这样对健康来说是非常不利的 比如说日本人喜欢睡榻榻米 那是因为合适房的地面 本身就架高了 而且呢榻榻米又是稻草编成的 这样可以隔绝地下的寒气 不伤身体 人身体是有体温 有阳气的 地板阴气和寒气都比较重 魂气较浓 晦气较多 如果是长期睡地板 对身体的伤害很大 床面最好可以加高 离地30到50公分以上 这样才能确保健康 减少坏气上身 而且床铺下面 一定不要堆放杂物 应该保持空气流通 经常去打扫 这样才可以有利于运势 还有一点就是主卧房 一定要比客厅大 要比儿童房大 本身主卧房呢 住的就应该是一家之主 或者是男主人和女主人 所以说主卧房应该是整个家当中啊 最大的一个房间 但如果客房比主卧房大的话 这就代表着喧宾夺主 引狼入室 而且还会引发像是外遇等情况 无论是男主人还是女主人 都容易出现烂桃花 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 可以将面积较大的客房 改成家人的主卧房 这样就可以化解烂桃花 家中的儿童房的面积 也千万不要比主卧房大 这样就表示 家中的父母太疼孩子 造成孩子的权利比父母还大 会出现奴妻主 以下犯上没大没小的家庭问题 最好是更换房间 而且也要改变一下教育小孩的态度 提升一下孩子的品德教育 以上就是关于卧房紧记的一些介绍 下期的视频呢 我们会继续来为大家介绍一些 非常实用的卧房的紧记 希望可以帮助大家增加运势 感谢大家的关注 我们下次见